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7号周五TGI Friday 周五周末时间 本周最后一期 美股期权找班车 感谢First Trade 第一证券 联合为大家带来的线上公开课 那简单的名字声明呢 我们就进入到 本次的班车计划 大家选择继续观看 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我们先看整体市场的一个情况 目前 大盘还是向好的 我们说过 昨天市场有一定的卖盘卖压 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还是可以接受的 更多的是看到科技股的强势 明显的出现了 在短期来说 尤其是在微软之后 在微软之后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延续到 2月1号苹果的财报 甚至不排除苹果财报会继续往上 那我们说过微软这边 大跌之后有人抄底 然后呢带动了整个科技股的反攻 那这个是 明显而且已经是 过去了一两天了 那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这样的一个技术 包括资金流的表现 说明大盘是要往更高位置走 不排除再去挑战 更高的更远的支撑位置 所以就短期的话 这边美元如果 没有什么太大起色 which I think gonna wait to at least February 2nd 至少等到2月2号 可能才会美元会有大的变动 对吧 如果在这之前 感觉美元在低位 这里震荡的话 更多会给予各大资产价格 一定反弹的机会 尤其是之前可能谈的不多的 可能会有更多反弹的机会 我们看这边 从这个资产价格来看 去年一年表现比较差的 刚好也是最近表现比较强的 那可以说是跌的多 然后给予了一定的上涨空间 然后去年表现好的 今年开年并不是出现非常好的表现 除了原油还可以 其他我们看到 去年表现好的 基本上都是排在后面 所以看到去年的这个逻辑 市场是有在改变 但我觉得本质的东西的话 还是要看到 更加明显的 2月1号 包括2月2号 市场的反应是如何的 因为我觉得 任何东西现在都是短期的 都是一个短周期去看的 因为长周期来看 没有任何的改变 都是短周期的一些变化而已 我觉得日线级别 这里酝酿的更大的超买 同时呢 四小时这边也出现超买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一切看上去很祥和 一切看上去都是带涨 想要往上杀 往上冲的这种感觉 那正是这样的一个 虚假繁荣的假象 成为了一个又多 非常好的一个理由 对吧 那如果这边又多的话 很多人空头回补了 包括多头在杀进去 追进去了 那这里我觉得可能会套一批人 不排除这也会是 下一轮市场回调的一个动力 当然这些都目前来说都是一种猜测 都是一个概率上的事件 没有百分之百的 但是按照我们之前所分析判断 用到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可看到目前周期图还在区间上演 随时可能会重新下来 然后呢 四小时包括日线级别 都在酝酿的更大的超买 那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会对 接下来市场会有不良影响的 一些东西啊 包括我们看到 VIX其实也在相对低位啊 VIX并不是在高位 VIX在相对低位 VIX也可以随时圆弧起来 包括日元呢 这边虽然最近没有搞事情 但我们看日元 其实整体来说还是在一个 相对来说啊 这个高位震荡 趋势带涨这么一个状态 包括原优先行指标 也是远远的领先于原优价格啊 那通胀依然还是一个问题 那如果高通胀在接下来 再次的重回主题的话 那包括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啊 美元的预期啊 都会有所改变 那情绪上的积极乐观 对目前市场的位置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啊 包括我们看到昨天 American Individual Investor 出来之后 这个看空的人呢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但中立的人是在不断的摇摆啊 所以这也像现在这个市场这样子 中立的人之前拿现金 或者是观望的 也开始出来找活着做了 对吧 但是呢 可能更多站向了 做多这边的边 这个这个边缘啊 然后季节上的规律的话 也指向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啊 季节性的前三个月的弱势 包括还有估值上 还有很大的问题 这些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有待去解决 有待去观察啊 所以我并不觉得市场就此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我并不这么认为啊 虽然经济上没什么大的问题 然后通胀上目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不排除这些问题 随时可能又会回来啊 那我们看今天呃 而且规律上来看 包括大的趋势上来看 确实这些都没有改变 我们看今天银行还有一些高估值的 那种不错的表现 生化制药股也有些小骚动啊 涨幅榜里面今天算是一般般正常的表现 跌幅榜里面我们看到有一只intel啊 大跌 那这个intel的大跌确实是让我有点吃惊的啊 当然intel之前几个财报都是跌 如果卖的对的话 27 26 如果卖28可能够呛啊 昨天如果卖pud的话 当然如果这个股票拿了回来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如果你在28 甚至27拿到股票 我觉得也是好价格 作为长远的一个 这个这个tray啊 只要不破最近的低点 那我觉得都好说 对吧都好说啊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最近这个低点2526 只要不破都好说啊 那我觉得intel的回调并没有 给到其他的软件股 有太多负面的反应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积极的反应啊 就intel的老大哥按道理来说 应该对半导体有很大的影响 但我们看到还好啊 还好 intel今天大跌 其实对其他的影响 我们看到微乎其微 反而有一些是微幅的向上啊 感觉可能就是intel自身的问题 还不是说一个整体行业的一个问题啊 当然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今天这个半导体的股价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前市值排在1020个billion以上的 我们看虽然都跌了 但是并没有说像intel跌得这么惨啊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另一方面好的解读 那如果是这样去解读的话 那我们看好的三倍的啊 soxl我觉得依然还是一个逢低去吸纳的机会啊 那这边a股马上也要开了下周 我们看中概股这边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趋势啊 从原来最早的20块钱到现在接近80块钱 那这个etl的机会 基本上是转瞬即逝啊 而且基本上就你不上车就没有机会了 而任何的横盘任何的回调都是上车的机会 也像我们说的这样子啊 那我觉得下一个像这样的机会 有可能不再看涨的intel啊 反而是在这种看跌的intel 所以我们说过slk45块钱附近机会 包括testq60块钱附近机会 testq昨天特斯拉我们也说了 结合昨天161的高点 是出现了开盘很好的做空点 但是尾盘我们看到是杀上去的啊 尾盘这个vf啊 尾盘是拉回去了 我还一开始这个vf是收在下面 到后面我们看到到一点钟两点钟以后 重新站稳之后又开始回到来了啊 那今天预计呢 还是会开在相对来说较高的位置 能不能守住这个vf 我觉得很关键啊 那如果能成功的占上平均成本 我觉得短期还会有动能 像我们说的从周线图来看 180200都完全有可能啊 所以不要做这个 不要太低估特斯拉 上涨的能力 当然也不能低估特斯拉这个下跌的能力啊 他也是可以往实力跌的啊 所以千万千万要小心 这个股票涨是往实力涨 跌是往实力跌 动能非常大的一支股票 而且往往会有极端的行情啊 所以这边过了昨天这个高点啊 我觉得160 180 可能甚至要到200啊 短期来说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机会 那也就意味着说整个科技 在苹果之前 至少在下周之前 不做过多的看空 整个大盘 在苹果之前也不做过多的看空 但不排除苹果出来之后 一切改变 或者说美联储 2月1号出来之后一切改变 是吧 我们2月2号是苹果财报 2月1号是美联储一期会议啊 那今天周五 本周的事件基本上也收一收 American Express等大的蓝筹道指股 也都表现不错啊 那这边这周财报就此高一段 而下周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巨头 就像苹果这种公司发布财报 到时候我们会再看 到时候我们会再看啊 也是也会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些 很好的一些期权策略啊 那科技股 短期我觉得科技股还是应该维持乐观的啊 但是我觉得空间有限 毕竟大科技的话 能涨能低的就这么多 他也不会有太多的空间啊 更多是高位或短期的低位震荡 那我觉得一些小的股票啊 偏中小型的像软件啊 这种云软件的啊 或者说这种估值成长性比较高的 这些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啊 里面其实软件科技类的股票 在我们这个列表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啊 那这些其实每天可能有三五三五个percent 甚至可能十二十个percent的波动都会有 那这些个别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可以多把握 尤其是大盘目前没有太多负面影响的情况下 我觉得个股的这个这个环境会特别的好啊 于是大家可以多把握个股的机会 个股现在的土壤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 所以我觉得中小型的科技股 可以保持乐观 但大的科技股其实空间会相对来说有限一些啊 但如果是用期权去做的话 可能也有不少的机会啊 可能也会有不少的机会啊 因为我们看到Intel 不跌破前低 我觉得也可以介入啊 可以抄底 然后我觉得是可以抄底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另外我们看 VFF这个其实早就跌了 VFF是因为之前这个 叫什么来着 这个增发啊 VFF是跌了 对吧 增发跌了 而增发跌完之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之前我们讲过 对吧 就我们讲过 增发稀释股价 然后自然就会跌了 就会跌了 今天已经开盘了 我们看这边 对 下周可能财报还是最重要的 这周基本上就这么回事 这周基本上就这么回事啊 那我期待下周市场会有更大的波动 这周的话 我觉得市场周五应该就是收平 一个平稳的过渡啊 那周期图呢 在下周会在区间高位 然后同时的日线级别也会在 蜡烛图日线超买 四小时也会在超买的位置啊 这些其实都是要 非常小心啊 最后个问题 我们看SI SI是白银期货 白银期货的话 最近是有回调 但整体来说 还是在一个高位震道 我觉得任何回调 都是上车的机会 另外呢 还有一个代码SI 是Silvergate 这个是属于区块链相关的银行 我觉得短期会有反弹吧 因为数字货币的行情 短期可能会有反弹 也跌的够多了啊 但是顶顶就是个反弹 我觉得赚个十几二十个percent 就可以跑了 never nothing to marry to 就千万不要九楼的一只股票啊 可以看着机会 慢慢的分批减吧 但我觉得这个位置 更多还是逢低的去吸纳 等待机会 然后呢 慢慢减仓 或者是这样好就收都可以啊 作为很好的一个 一个博弈的短线博弈的对象啊 今天开盘还不错啊 那估计今天可能就是 收这样一个情况了啊 然后 这个周末休息好之后 我们看下周一再试怎么样一个情况 对吧 那今天先讲那么多 我觉得大盘这里呢 其实是短期有这个想上工的心 但是不具备这样的动能 要看到2月1号和2月2号 2月1号周三和2月2号周四 下周之前 我觉得大盘更多还是高位的震荡 好吧 好 那今天先讲那么多 我们下周再见 南京的散去跟 祝大家一个愉快的交易日 愉快的周末啊 好 先看这边 如果大家在公众信息 可以拨打福尔翠的客户端线 以及电子邮件 官方微信符号 福尔翠很高 八女八五 福尔华人三十多年老报件上 真正无疑的敏言之上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